奉主耶稣圣明 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教会 这个安息日 安排圣经的讲习会 要一起来谈一谈 来学习十字架的道理 这是根据 我们现在读经进度 哥林多全书的信息 跟大家一起来查考 这个有关于十字架 我们应该要了解的 很重要的信息 哥林多全书 有人说就是 教会问题的专书 就是这里面谈到很多 教会会发生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在十字架里面 都可以找到答案 所以 十字架道理成为 哥林多全书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中心主题 如果能够明白 十字架 在 在这 十字架上 神所表达出的能力 神的智慧 神的爱 那么我们就可以 面对很多的困难 那其实很多教会的问题 都是有神在做主 神会亲自动工解决的 但是人要能够 抓住 十字架精神 要了解 十字架救赎 就是要让我们 真的可以成为圣洁 让神跟人 真的可以合一 让人跟人之间 可以真的成为一家人 到最后 十字架会成为我们的荣耀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很高兴地宣告 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十字架基本上是 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中心 其实是神以 人最不可示意的方式 来成就 祂对人的救赎 十字架曾经是 在历史上 刑罚跟羞辱的象征 一个人在十字架上 一定会哀嚎 最后一定死亡 但是这一个 充满咒诅的一个象征物 在基督耶稣里面 却成为 带来新生命的象征 祂现在带给我们祝福 带给我们永生 所以 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到神 如何彰显祂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第一章第二章 保罗 他很强调 十字架道理是神的智慧 神的能力 我们现在请翻开 各人多前书第一章 我们这一个聚会 现在谈一谈 十字架是神的大能 请看第一章的十七节 十八节 这里保罗说 他是被派来传福音的 其实保罗他本身 他自己曾经是 抵挡耶稣的人 但是他特别被选招 被神重用去传福音 他本身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可是他这里强调 他接受主的托付传福音 不用智慧的言语 为了是不要让 基督的十字架落空 表示说 如果他以智慧的言语 去传扬耶稣的福音 就会让人觉得 基督的十字架 是没有功效的 那他坚持 不用智慧的言语 就是当时候 众人很 很希望听到的 这些华丽的言词 雄辩的这些辩论术 他并不会 只是讲一些 很让人听了 默默着编辑的一些思想 他并不会 只是讲一些思想而已 他是给他们一个 很实际的 具体的 曾经在他们眼前 出现过的 耶稣基督 被并十字架的画面 因为第十八节 他说 听读 这里他说 因为这个十字架道理 是神的大能 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人 我们就会很珍惜十字架 但是对那灭亡的人 十字架道理是愚拙的 也就是说 这个神怎么可能 用这个方式来救人呢 这样的神 他实的相信吗 那我们知道 人一般都是 自以为有智慧的 人通常也都是会 看不到神的 所以 这里保罗特别强调说 他说十字架道理 对我们来说 是神的大能 那我们知道 神 他创造人 是 一开始 都是很好的 把人放在 伊甸乐园里面 那里真的是 圣洁完全 是充满喜乐的 那可是后来 最让神 跟人的关系 破坏了 所以 自从 亚当夏娃被 送出伊甸园之后 其实神就展开 他要救赎人类 重回伊甸的 这个计划 就是神的这个救赎 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展开了 那 这个要把人 再从罪里面救出来 这是一个大工程 因为 这是人 自己做不到的 因为 犯罪的结果 就是死亡 死亡就是 离开神的面 就是 见不到神的亮光 那现在神 祂是圣洁 祂是慈爱 但是又是公义的 在祂面前 不可以有罪的存在 那这个罪人 怎么样重新 回到祂面前来呢 所以 我们就看到 其实在 旧位圣经里面 一直在 在 强的这个主题 就是神 怎么样救赎人 可是因为 旧位时代 这个日期 还没有满足的时候 这些道理 是隐藏的 但是 其实 我们 站在历史的后端 去回顾 之前神 所做的安排 我们就看到 在旧位里面 其实 就有很多 神救赎的预表 所以神要 这个十字架 来拯救人类 这是 在旧位时代 就已经有了 神的工作 所以十字架的道理 其实在旧位里面 就有预表 第一个 我们在 之前读 出埃及记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 出埃及记的 事实章 这是 会幕的道理 那 神 吩咐摩西 要怎么样建立会幕 那 百姓 他就照摩西的 吩咐 就一一的把 这些 会幕里面 应该有的物品 都 完成 做好了 那 做好之后 哪一天要立会幕 这个时间 是神指定的 所以 出埃及记 40章的 第一节 神跟摩西说 正月初一日 你要立起扎墓 所以 这个会幕 现在要 搭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看到 十字架的路线 从第一节到第七节 这就是 神告诉摩西说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 会幕里面 应该有这些物品 一个一个把它摆在 它的位置上 卫幕里面的这些物件 都是神指定的 神已经设计好的 它要摆在什么位置 是神指定的 所以如果会幕我们把它分成三部分 就是 有外院 有圣所 有至圣所 会幕 那这就是有院子 有库亚 然后有圣所 然后有至圣所 那在这三个部分 其实里面 就只有六个东西而已 它其实这里面的 这六个东西 可以分成三组的 你看在至圣所里面 就是月柜 那在圣所 月柜的 至圣所的外面 就是灯台 南边就是金灯台 北边就是橙色桌 上面有橙色柄 然后除了圣所之外 就是洗桌盆跟祭坛 在库亚里面 洗桌盆跟祭坛 那所以 我们看到 其实这几个东西 都很简单 其实 我们如果看 会幕 这个空间 它这么大的空间 就是摆那个东西而已 基本上是很空旷的 所以在神的会幕里面 很简单 它并不是很复杂 摆了很多摆设 没有 它也没有很多的装饰品 但是 这一个会幕里面的摆设 如果我们仔细把它看 其实 约会 灯台 跟橙色桌 上面的东西 是神 眷顾选民的内容 就是神施恩的内容 灯台 还有月柜 这就是神 祂可以跟 人讲话的地方 是神要给人指示 灯光 是神要给人粮食 所以橙色饼 是祭司可以吃的 所以 在会幕里面 我们就看到 神对人的眷顾 那 最外面就是祭坛 这是神用来除掉人 进到他面前 有阻挡的这个心理 要透过祭坛 这一个东西 因为 这是 罪让人跟神有阻隔 人进不到神面前去的 但是 透过祭坛 赎罪 献祭 然后让神喜悦 人可以进到神面前 那 第三组 我们就看到 这里面 有洗灼盆 还有金香坛 就是 这个香坛 就是 人要 服侍神 他有一些条件 一定要具备 神的安排是 让服侍他的人 怎么样 真的让神喜悦 这很重要 所以 这个 这个 洗测盆就是要 洁净 所以 人到神面前 一定要 洁净自己 然后 这个香坛 是要来烧香的 这个香是 特别只有 给神用的 这个香 是当人 进到神 私人做钱 一定要点上的 圣经说 这个香是至圣的 这个其实预表着 人要求问神 必要有的动作 就是要烧香 这个烧香 在我们现在看来 就是祷告 所以 我们现在 如果把 会幕这些道理 这些摆设 都把它 把它放在 一个 一个影像 图像里面 人 百姓 要 去 进到神面前 第一 从 门口进来 就是 碰到祭坛 那祭坛后面 就是 就是正后面 就是 洗浊盆 洗浊盆 再进去 就是圣所里面 那圣所 你 正在你眼前的 就是 香坛 香坛的后面 如果过了 那个帽子 就是进到 至圣所 就进到 约柜 神宝座前了 那进去的时候 进到圣所 你看 右手边 就是 橙色桌 上面有橙色饼 这跟橙色桌 正对面的 就是 在我们进去的 左手边 就是 金灯台 那这个 这样的一个 直线 如果从外面 把那个 帐幕的 那个 这些 磕层 布连都把它掀开 从外面 要进到 最前面的 十恩座 衣柜那里 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是一条线的 那是一条线的 然后 在 圣所那里 有一条横的线 就是 橙色桌 跟金灯台 那我们就看到 有一个十字架的样子出现了 所以这条直线 人要通到神面前 施恩宝座前 这是一条线 那有一条横线 就是橙色桌 跟金灯台 所以 其实 会幕 的道理 在 书外基 十字架里面 就让我们看到 十字架的形状 今天 在旧位时代 神 要透过会幕 把他荣耀的恩典 给予他的百姓 那他的恩典 是透过会幕 而呈现出来的 人 从外面 如果一个罪人 要进到神 施恩的宝座前 接受恩典 就是 要 经过这些东西 这个会幕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设计 摆 摆字 位置 其实就是 十字架的路线 十字架的形状 这就是预告 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今天人 是有罪的 是没有资格到神面前的 但是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要改变这一切 我们现在先看 哥罗西书第一章 我们就看到神 他当初的设计 哥罗西书第一章 请看第二十节 第十九节 我们从第十八节 读到二十节 比较清楚 Colossians chapter 1 verses 18 through 20 verse 18 你看这里 以主耶稣基督 他其实是天上神 他是有福所有的丰盛 他本来跟神 就是合一的 但是为了要成就 神救赎的这个工作 他自己来到人间 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特别说 借着他在十字架 所流的血 要成就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他自己和好了 第二十一节特别说 我们从前是跟神隔绝的 我们不但有恶行 我们心里面也是与神隔绝 我们是跟神为敌的 但是现在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到神面前 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来 二十节特别强调是 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一切 所以十字架把天地的阻隔 都把他拿走了 十字架把人跟神的关系打通了 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人跟人之间是充满仇恨的 就是人跟神之间也是 也是彼此为敌的 但是有了耶稣基督 这个十字架的工作之后 这一切就都和好了 和平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会幕里面 他所隐含的 就是十字架这样一个 救赎的工作 你看百姓 他们散居各地方 当他们来到会幕 来守节旗的时候 他们带着各种平安祭 赎罪祭来到神面前 结果众人就可以在神面前 真的快乐地吃喝了 那这个就是一种 在基督里面 在神里面的团契 所以其实十字架 你看当时候在会幕的时代里面 我们就看到 借着神的这个恩典 百姓他们也是可以有一个很欢乐的时刻 今天我们借着十字架 我们本来彼此不相识的陌生人 现在我们聚在这里 像一家人这么亲密 所以在基督里 我们可以再次享受 在神里面的满足和喜乐 所以神的大能 其实在旧一时代 就已经在预告十字架来到 那在百姓他们的旷野旅程当中 又发生一件事情 这是另外一件 预表着十字架救恩的神的作为 我们现在看民数记二十一章 民数记二十一章 请读第九节 第四节 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四节 第五节 Verse five And the people spoke against God and against Moses Why have you brought us up out of Egypt to die in the wilderness? For there is no food and no water and also loath this worthless bread 第六节 Verse six So the Lord sent fiery serpents among the people and they bit the people and man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died 第七节 Verse seven Therefore the people came to Moses and said We have sinned, for we have spoken against the Lord and against you. Pray to the Lord that he take away the serpent from us. So Moses prayed for the people. Then the Lord said to Moses, Make a fairy serpent and set it on a pole, and it should be that everyone who is bitten, when he looks at it,should live. So Moses made a bronze serpent and put it on the pole, and so it was,if a serpent had bitten anyone, when he looked at the bronze serpent he lived, 这一个事件是百姓他们走路发怨言, 太难走了他们就发怨言, 结果得罪神, and when the people had a difficult time, in the wilderness,they complain against God, 他们一埋怨就得罪神了, and as soon as they complain,they sinned against God, 他们一有罪, 这个蛇就进来咬他们,死了很多人, 那他们一犯罪就知道, 啊,这样子神生气, 所以他们就悔改要认罪, 求摩西为他们祷告, 来神原谅他们, and when they sin,they knew that they have sinned against God, then they asked Moses to pray for them, for God to forgive them, 我们就看到罪的功架就是死亡, 那犯罪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跟神认罪悔改, and the only way to get rid of sin is to repent, 然后接下去神就只是一个方法, 怎么样让这些要死的人可以活, 所以神要摩西制造一条蛇, 把他挂起来, 他说凡被咬的一望这个蛇就好了, 他就可以活了, 结果第九节摩西就造一条铜蛇了, 他就把他挂在竿子上, 凡被蛇咬的, 他说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 这就是神当时候所指示独一的方法, 这个挂起来的铜蛇, 其实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将来对罪人的救赎, 你看这是神指示摩西的, 这些犯罪人, 他被蛇咬了, 他现在要去找的不是找医生, 神跟他们说, 你就要看那一只蛇, 是很简单的, 是人人可以做的, 只要愿意听话, 看就好了, 真的是十分可靠, 这个方法绝对不会有那个没效的, 所以这个方式就是让罪人可以得活的唯一一条路, 这一个特殊的方法, 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引用出来了, 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请读第十四节, 第十三节到十五节, 这里主耶稣特别提到他自己其实是从天降下能救在天的, 十四节特别说, 人子也要照样被挤起来, 像当初旷野时代摩西举铜蛇一样, 第十五节说, 叫一切信他的多多永生,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预告他自己要被定十字架, 然后仰望他的人都可以得生命, 愿意仰望他的就是信他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这里特别强调他会被挂起来,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完成神的救赎工作最重要一步, 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到人间的, 他本来是没有罪的, 是圣洁完全的, 但是他被挂在木头上是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 让我们可以在义上活, 因着他的死我们可以得生命, 而且我们现在看一节经节, 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这是主耶稣他的作为, 那是神特殊的计划,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这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使我们在罪上时就得以在义上活, 这就是神的设计, 神的大能, 所以今天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 就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的, 主耶稣基督他成了我们唯一的拯救, 就像当初被蛇咬人, 他们一定要去仰望这条挂起来的蛇, 其他都没有方法, 所以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 是为了我们的罪, 神用这个方式来成就人想不到的救恩, 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摄取, 去研究这个十字架的起源是怎么来的, 其实在中东那一带, 在很久以前, 人就曾经用过这个方法来刑罚罪人, 有人说这个是最野蛮的刑罚, 就是最残忍的, 折磨人的方法, 所以十字架, 要被定十字架的人之前都会被鞭打, 被鞭打的时候通常都是皮肉绽开的, 就是那个鞭子都有钩子, 所以一鞭下去整个身体就流血, 然后就把他活生生地把他钉在那个木架上, 要让他忍受这个长时间的痛苦, 然后最后慢慢地死去, 其实十字架, 最后人死掉是因为窒息, 这是没办法呼吸的, 当然是流血, 所以在罗马那个时代, 其实他们是用来刑罚奴隶罪犯的, 有叛国的, 有不听管教的, 不听这个统治的, 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刑罚他们, 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基本上就是无能的, 就是失败的, 就是比如说叛国的人, 他想要离开这个国家, 但是没有成功, 最后被抓回来, 一定被钉十字架, 所以其实, 这十字架, 最后当时来说是一个软弱失败的象征, 那, 可是神却用这个十字架的方式, 来成就他的救恩, 只会说, 他当初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就还记得, 那时候的情景, 他肉体上已经受苦, 就不用说了, 那我们看看, 那其他人, 对他所讲的话, 因为众人认为说, 被钉十字架的人是无能的, 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马太二十七章, 如果读三十八节, 继续, 他说, 你看这一段 主耶稣被过在十字架的时候 旁边的人跟在十字架底下的人 他们是这样子计较他的 他们认为说 你如果是有能力 讲得那么有能力的话 你就救自己 你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那你的神应该来救你 如果神来救你 我们就相信你了 所以他们认为说 你都不能救自己的 你还能救别人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 是真的吗 我们就看到 你看当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 在计较耶稣的 这就是 当时候神所用的方法 在众人眼中 这是一个失败的 这是被定死的人 罪患一样 是的 主耶稣基督因为软弱 所以被定十字架的 在神面前 他都没有反抗 他就任凭 这些兵丁 这些人 就这样计较他 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反过来 用他最后力气 求天父赦免他们 那他的这个作为 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如果看 哥人多后书第十三章 我们就更加明白 哥人多后书第十三章 第四节 这里你看看似软弱的主耶稣 被定十字架了 但是 却因为神的大能 仍然活着 他的活着 是因为他从死里护活的 所以 主耶稣基督 他用这个方式来 献上他的生命 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然后 最后 他从死里 再站起来 他仍然活着 所以他特别提到说 我们也是这样子 同他软弱 但因为神 向你们所显得大能 也必与他同活 所以主耶稣基督 他被定十字架 其实要让我们 也可以活着 今天跟随耶稣的人 有的人被评论说 这些人就是软弱的 不信神的人说 你信耶稣 宗教信仰是 软弱人的迷幻药 你什么事情不靠自己 你只会靠神 好像神就成为你的靠山 所以你不要做什么 只是要靠神就好 所以不信神的人 他们认为说 你跟随耶稣 真的是软弱的 没有用 但是我们承认 没有错 我们是软弱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愿意 来跟随耶稣 我们似乎软弱 但是我们必然 像耶稣一样 仍然活着 虽然软弱 可以永远活着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给我们 留下这个榜样 他虽然被定死 但是他仍然活着 因为他本来 就是生命的主 所以彼得 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他在向众人 介绍耶稣的时候 他这样说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23节 我们跳过去看 第32节 这里特别强调说 主位书基督被定死 可是神的大能 叫他复活 因为他本来 就是生命的主 神叫他复活 他被高举 回到父那里去 然后他从父 领受了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然后他把 他所应许 跟门徒所应许的圣灵 就交换下来了 所以耶稣基督 活着 为什么我们知道 因为应许的圣灵 已经降临在 所有信的人身上 所以主位书已经说 他如果回到父那里去 他就要把 这个宝会是 降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 主位书基督 互活的证据 他现在 能然活着 所以神的大能 就是表现在 耶稣基督 从死里互活 用这个似乎 非常软弱 无能的方式 展现出 神的能力来 十字架是神的能力 因为在 耶稣被定 十字架以前 世人不认识耶稣 他们认为 你只是一个 木匠的儿子而已 你怎么一直说 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呢 但是主位书说 我们看 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 我们请看 第二十八节 主位书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你必知道 我是 这个我是 就是 出外截记 三章十四节 神的宣告 我是自有拥有的 就是神 你们 集取的人子 你就会认识 耶稣是谁了 他是 天地里 唯一的真神 是自有拥有的 是全能全知的 这样一个认识 这样的一个 突然的明白 是耶稣被定十字架之后 带出来的 这个就是神的能力 要去证明耶稣基督 人可以用很多方法 人可能 经过很多的辩论 但是 这个都不是神的方法 神用 让耶稣被定十字架 让众人看出 祂是谁 所以神的能力 展现在 人认识耶稣了 然后人 被 主耶稣基督的爱 吸引了 我们请看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 三十二节 主耶稣说 我若从地上被挤起来 要吸引万人来给我 所以神的能力 就在这里展现出来的 谁能够吸引万人呢 你看今天媒体 透过这个网络 可以有很多的跟随者 但是这些人 他们过一段时间 他们就走了 这些人 他真的会为所跟随的人 去牺牲生命吗 这个世上的人 我们所跟随的 他有办法给我们的能力 改变我们自己的个性吗 这些世上的 我们所跟随的人 他能够给我们永生吗 都不行 但唯独耶稣基督 当他被挤起来的时候 他说 就要吸引万人来跟我 因为他像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的 就要结出 几多旨意来 很多的种子 所以他一个人的生命牺牲了 但是却带出了 很多很多新的生命 所以主耶稣基督 他从十里复活 他被钉十字架这个事实 带出了神的全能 他是生命的主 他的本质是谁 众人可以认识 众人可以因着 他的 过在实相这个事实 而来被吸引 跟随他 那我们可以得永生 这就是神的作为 这是施加所表达出的道理 我们都能够真的明白 这样一个神的作为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在下一节继续来谈 我们一起地头祝祷 Let's bow our hand and pray in silence 祝祝